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Gloria 今天就是一个很随意的生日Vlog Let's go 过生日当然是少不了来逛街买买买了 但是除了给自己买之外 当然还要感谢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所以要帮他们也买一些礼物 今年的冬天呢特别的冷 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些保暖的衣服送给他们 那我给爸爸呢就是买了一个灰色的保暖马甲 看可以做到这么小是不是很可爱 而且捏上去软软的肯定非常暖 逛街的时候呢还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 就是这个 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那个斗梦空间里面的陀螺 但它其实呢是可以让你整个人坐上去 并且旋转翻滚 第一次玩还真的有点怕怕的呢 所以请原谅我这个惊悚的表情 逛了一圈又玩了一圈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现在需要补充能量了 那我们这次来的呢就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妈咪鸡蛋仔 这家也是一个超级网红店 一个鸡蛋仔大概等了能有半个小时吧 好多人在排队的终于热腾腾的鸡蛋仔来了 要不要尝一块呢来张嘴 那我就不客气先干为敬暴风吸入了 那其实呢我本来来这一家主要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朋友给我推荐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咸蛋黄味 但是这一家没有卖所以我只买了这个紫薯味道的 你看它紫紫的 下次一定要吃到咸蛋黄 既然是生日vlog 这个蛋糕当然也是不能少的啦 这一次我选择了灵信这一家非常非常大众的美心 那蛋糕也已经get了 我们就去吃饭的餐厅吧 这一次呢我预约的餐厅是位于马场里面的满贯厅 它是一个接待马会会员的餐厅 那马会出了名做东西好吃的啦 而且呢我觉得这一家餐厅它的价钱也不是特别的贵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家餐厅的 今天介绍给大家 这里呢主要是一个中餐的fine dining 而且说起来中餐呢其实主要还是做粤菜为主 好饿看什么都好想吃 别看我现在表情这么这么的凝重 其实内心就是在挣扎 到底要吃这个还是吃那个 耶有礼物收位好开心 而且还见到了很多好久都不见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要知道一个粤菜馆的手艺怎么样 稍微绝对是衡量的标准 那这里的叉烧非常的神奇 就是它是在下面有一个加热的 而且是放在这个石板上进行加热 并且淋上这种超级美味的汁 现在想想还在流口水 另外呢这个牛仔肉跟家常豆腐 也是非常非常的入味 好吃强烈推荐哦 来这里用餐呢除了有美食之外 还有非常棒的view哦 因为这个餐厅位于马场之内 所以呢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开阔的马场风景 酒足饭饱之后呢 今天的highlight就要出现了 没错就是甜品 所有有机会来这里吃饭的小伙伴呢 你们听好了 真的整家餐厅我觉得最最最最最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眼前的这个 我正在给它进行一个拉花 新型拉花设计的这一个芒果布丁 那其实呢是一个布丁 然后它会配一个芒果酱料 再配一个炼奶 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这个甜酸度 真的是里面有整颗的芒果 超级无敌好吃 那在正式的甜点之后呢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一份甜点 那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个蛋糕 当当 今天我选择的这一款蛋糕呢 是美心最新推出的一个天使蛋糕的升级版 伯爵茶云朵蛋糕 那它这个蛋糕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分几层的 而且它没有那么甜 有一点点茶香 还有一些茶洞在里面 不好意思 在二托甜品之后 我们又要甜品第三托了 因为它呢 生日的时候免费送一个寿包 所以不吃白不吃啊 对不对 而且咱们这样就可以中西结合 level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呢 好 那在吃好了饭 喝好了酒 我吃好了甜品一二三之后 终于是时候要回家了 那我们真的是一直吃到这个餐厅要关门为止 因为真的好久没有见到朋友了 大家聊得超级开心的 那我今天很开心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然后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交流 最后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关注我的channel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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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